俄俄翻车的事情继续发酵 从一开始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危险化石品 它泄露的问题 到后来发现原来监管有问题 有几个车厢上面爆的是 里面没放东西其实放了东西 本来依照美国相关规定应该列为有害的货物 也申报的是无害 这是监管问题 再有揭开后面的更多的问题 比方说媒体的报道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美国的民众自发的露脸的去拍摄 当地的一些情况 主流媒体甚至议员才敢去丢丢石头 议员拿了一个小树枝 在河窗底下刮出五颜六色的河水 如此种种 再者就是更加上一层扑朔迷离的意外 载有五人的属于环境监测公司的飞机 是怎么着就坠毁了 这一系列非常具有时效性激烈的矛盾 让我们无暇关注整一个事件 另一个角度的一些问题 今天我们就要聊聊另一方面来看 这整一件事件的一些所得 来自哪里了 来自卫报 卫报是不遗余力的这两天批判 美国的各种环保 包括言论审查问题 其实自从把董王的社交账号 以及俄乌冲突开始 对俄罗斯 这是不光是俄罗斯官方 俄罗斯政府什么 民间组织 甚至个人 只要说俄罗斯好话的一律奉进 卫报就开启马力了 说原来你美国没有言论自由的 其实英国媒体这几年 面临比较严重的生存挑战 一方面是我们说到国立的问题 一方面是国内又是生菜首相 又是苏纳克上来 英国民众拼命脱欧 结果刚脱欧就后悔了 这样的舆论战 再加上什么苏格兰独立不独立 这类的问题 还有英国媒体遭到各地封杀 比方说印度的问题 让他们看到美国出了这些大事 就非常开心 赶紧就连续的报道 并且采取这非常独特 高质量的报道 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这个 化学品泄露的问题 是你前面要加个美国 那一切好像又合理起来 今天大规模像啥一样的 绿乙锡那个事 相级于23号发生的 田纳西的油化合物燃烧 还有爆炸的问题 你想想危险化合物 跟危险化合物哪个更危险 那还带有一个比较 所以说该问题 微博就指出了 说你们平常关注美国的信息太少 人两天就有一起化学品泄露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就是美国自发成立的 这个非盈利组织 为什么自发成立 因为政府和人私人公司 总部一统织 我自己出了多少事故 我公开给你老百姓看 我私立公司 怎么会干这个事情 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不统计 所以说公民成立的这些组织 就自发组织统计那些 公开但是不统计的 发生多少 化学品泄露的问题 发现图上我们看一下 红色的是2022年的 紫色的是今年发生的事故 很明显 中部的一些州 事故发生的数量 看上去是比较少的 必须要提醒各位 事故发生的少 不代表事故的严重程度 就第一 数量跟质量 这是两种属性 举个例子 美国每年因枪击致死的人数 基本上是4万到5万 除一样的话 一年就365天 4万到5万除以365天 意味着每天都有多少人 因枪击死亡 但是作为比较的话 美国数量很多 对吧 作为对比东亚一些国家 它枪支管理比较严格 那一年因枪支致死的人数 可能是个位数 但是数量呢 不代表质量 国一报就敏锐地指出 这样的地图呢 虽然让沿海城市的人 意识到在乱是没有多少的 每天都在发生的 化学品泄露 但是问题在于呢 也让中部州的居民啊 懈怠了 认为说啊 我这发生的频率可能降低 所以我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这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历史上啊 这又跟美国历史合上 所以说分析美国问题 你不看美国历史 这完全不可能的 美国中部呢 由于地广人稀啊 地广人稀的优势啊 自然是适宜 做各种各样的反人类实验 包括什么丢核弹之类的 也挖了很多 苏联当时也有嘛 因为觉得人类 可能要打核大战了 所以美国在中部 搞了很多不为人知的 研究基地了啊 地底下挖什么 永固公式啊 什么防核公式 作为假如真的 打起核大战来 地上的东西呢 全都毁灭了 地下的公式啊 都是在中部州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中部州泄露的案件少 案件的严重程度 那可能是受到当地民众低估的 比方说卫报呢 就愿意AP美联市的报道 说这个油化合物的 什么火灾和爆炸 当局又说啊 完全没事 美人受伤也没有污染 有没有的 反正当地居民又说没有了啊 跟俄海俄的问题呢 可以说是同出异者 完全一模一样啊 所以说每天呢 历史在这重演 卫报采访美国当地民众 说类似这样像东巴拉伞 就是俄海俄 火车出轨那个地方啊 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已经对当地民众来说 是regular currency 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很惊讶的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这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既然你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了 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说啊 你就处于一种 易受影响的状态 假如你开心快乐 无忧无虑 这些影响因素 不太能够影响到你 但你假如处于一个 极端恐惧 惊惊 害怕 困扰 烦忧的状态的话 这些平常看起来 无所谓的因素 可能就非常迅速的影响到你 于是有些人抓准了这个机会 重拳出击 看一下是谁啊 董王 董王重拳出击了 董王现在是差不多 一飞机印着自己名字 Trump 矿泉水 非礼事故社区 亲手将印着自己名字的 这些矿泉水呢 就分发给了民众 当然不是所有人全发了 他亲手干了一些 一个人肯定发不完这么多 是吧 带来我看的是 五位数瓶装的矿泉水 给当地民众 图片中呢 我们看美媚报道的标题 说是啊 因为他去了这个地方 所以将大家的目光 又聚集在了俄亥俄 有毒的 有毒toxic的火车事故现场 并且聚焦在这个事故现场 是不是也将目光 聚焦在他的身上了啊 聚焦在他的身上 他说什么了 当然就是批判拜登了 说啊 你们这非常的善良和忍耐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遭遇的就是冷酷的背叛 这些词在平常 假如是没这事故的话 当地居民可能啊 党争而已 你不是想我们投你票吗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啊 当地居民无人问 你都说啊 随便喝没关系 但是州长前面又说啊 如果是我 我可不喝 我要喝品尝水的时候 是不是董王 站在这里讲这番话 那意味就非凡了呀 所以迅速就得到了 当地民众的支持啊 特别还是作为对比 他批评了一下拜登 说拜登在这个时候在干嘛 拜登不是公开行程啊 丢了一个 实际上跑到乌克兰去了嘛 顺便呢 宣布了对乌克兰 要大笔的继续的军援 让当地的民众啊 是非常愤怒 所以我们看到 在社交网站上面啊 这个有140多万 这只是一个人发的视频 很多人都发了同样的视频 加起来呢 大概有800多万的观看 说啊 现在财长宣布有另外的100亿美元的支持 去支持非常绝望在事发当地的美国人 然后just kidding 啊 骗你的 逗你玩 所有这些钱呢 都去给乌克兰了 这样的失调内容放在评室 没什么人看的 但是在这个关头啊 全美国民众全在关注 然后呢 主流媒体进行一些打压 当地民众呢 完全不信任 拜登自己跑到乌克兰去了 董王跑到当地 再说啊 你们的善良和忍耐 换来的是冷酷的背叛 这样的失调内容 100亿给你们的 骗你的 给乌克兰人的 是不是就扎心了 所以得到了疯狂的传播啊 董王这波呢 也是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原来认他还是不认他 支持他还是不支持他的 咱们暂且不谈啊 但是他去做这样一个举动 本身是很成功的一个选择 你跑乌克兰去了 在中部的民众 这么无助绝望的时候 是谁跟他们坚定的站在一起啊 头上一戴个帽子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吧 这个地方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说 原来董王呢 不情不愿意的交出权利之后呢 新的口号不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不是熟悉的这个马卡 而是save America 那save America 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其实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 你既然已经当过一任总统啊 什么叫让美国再次伟大 意思岂不是自我否定 你日上没干什么工作 让美国再次伟大 但是到现在呢 发现啊 save America 这个口号从各种方面都的确比不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非常经典的马卡口号 所以立马呢 在当地啊 我们看到又打出来是马卡的标语 2024 头上戴的是马卡的帽子 又把老口号给捡回来啊 那么面对董王团队的趁虚而入呢 拜登的交通部长发现就相当苍白了 说他居然在请求美国公众相信政治 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知道那非常困难 我知道没有信任存在 我们的官员正在努力的检测 所有在那辆火车上的东西 作为对比的就是之前那个私人公司 出了一些报道说啊 什么都没有事 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 美国民众真正是下场 用社交媒体每一个个人的帖子 堆叠出全都是什么 彩虹色的水 死鱼死虾 死猫死狗之类 是吧 才能够打他们的脸 这里呢 必须要提嘴啊 美国人为什么对于美国政府 说对美国政府有信任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的 因为的的确确 无论是美国的官方 还是有社会地位的 非官方的人士 比方说像科学家 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上啊 都有数不胜数的 反人类的各种的实验 以及行动啊 这个之前我们聊过的一些像 拿婴儿去做心灵感应实验啊 还有把几胞胎啊 瞒着父母拆开 比方说啊 生了个三胞胎 能够瞒着父母 说三胞胎里面是死了俩 就活了一个啊 另外两个呢 也拆开啊 分别放到别的地方去 有科学家专门去研究 散落各州的这三胞胎 能不能互相有心灵感应 他们的成长轨迹 这是个长期实验啊 成长轨迹 是我会相像 他们的课业的水平 他们的健康状况 以所谓的医院提供 免费体检为名 进行长期的追踪 这类似的问题 反而类似太多了 所以说更不要说 什么生化实验 你说要对他有信任 完全不可能 而且对军队也是没信任的 军队这个更有意思了 讲那个西雅图 不是搞了个最国会山吗 就是安那齐主义者 认为就是应该无政府 当地政府的市长一听 这事多好啊 睡照交 事完全不用管呢 我是市长 我不治 我也治疗 无政府 而且还加上一个牌子 民主是吧 搞了之后呢 发现不行 太乱了 接上万大枪 什么东西 所以后来提议 能不能请军队入住 但美国民众一听 军队入住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啊 想到这个画面中 全都是西亚百姓 拿着枪啊 机枪什么东西 接上一架 就像当初黑豹党 去美国会的时候 面对那个问题一样 他们用这种心情来揣测 当初呢 我国国内 有一些疫情的时候嘛 说能不能军管 解放军接手 中国民众的心情状态 那完全就不一样了 中国民众 你要说哪里有个什么疫情 火灾 什么泥石流 洪水之类 你要让民众听到说 解放军要来解决这个事情 概念里基本上就跟 这个事情已经得到解决 是画等号的 完全不会 解放军会对我不好 我会担心他们 我去做实验 完全对解放军 是无保留的信任 这点不光是大陆啊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门之前有什么 刮风之类的 澳门的民众拍视频的时候 也说解放军来了 没有问题了 是吧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台湾市的民众呢 也能够更加真切的感受到 这份军民的雨水情 所以说呢 美国人在说 怎么会相信政府的 政府的 就能不长说 美国民众 我居然去说服他们 新政府自己都说不信任 比较啊 才有真谛 是吧 在我下看呢 就是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 董王呢 也是利用了民众的恐惧 给自己去拉票 那民众应该怎么办 被卫报采访民众呢 就说他时刻准备着 24-7 有一个get out of dodge 这样的backpack 一个背包里面 装的各种的求生器具啊 随时准备 只要发生了任何风吹草动 马上呢 带着自己的家人 就要进行躲避了 这样呢 求生背包啊 也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疯狂的 叫生存狂 我们国内这个应该算极小众 觉得明天要打核大战啊 去租一个地下停车场之类 改造成一个什么生存设施啊 之类 美国这种呢 是比较普遍的 一方面人家地广人系 就有这个土地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人家的确有这个需求 历史上呢 的确有这么乱七八糟事啊 人家不相信 所以人英国人的报告呢 就表示啊 不要只关注俄亥俄 泄露这一件事情 事实上每天都在泄露 而且呢 就他原以美国民众说的话啊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英国媒体趁机就痛砸了 美国一锤子啊 当然了 这个视频发出之后呢 肯定会引起一些讨论 一些声音呢 会认为啊 化学品泄露 这辈子估计就碰不到我是吧 枪击死几万人 跟我没关系 我好好躲着就行了 但是啊 既然我来说这个事呢 英国媒体只讲到这 我还给网上再讲一点 有些躲不掉的 比方说看一下 Penus 美国科学院报 2022年的报告 之前好像提过一遍 半数的美国人口 在他们童年的早期 都暴露在有害的牵浓度下 牵这个东西 能够持致人类的发育啊 能够降低人类的智力 我们现在是有非常详实的 科学证据了 也有科学家从纯科学的角度 进行分析 发现美国人的平均智商 是要显著低于中国的 是否是由于 今年累月有害物质的毒害 所导致了 批判的方式 你可以说他是做实验啊 一方面你可以说是他是故意的啊 像有一些美国的执法机构 明面上的执法机构 也有一些证据显示 好像是有针对性的将毒品 注入某一些族裔的社区 为了就是营造啊 这个族裔就是脏乱茶 就是犯罪低等什么啊 这是种族批判理论 不关那些理论吧 现实呢 就是发现的的确确啊 半数的美国人口 在他们童年的时候 都遭受过有害的 牵浓度的危害 如果说影响整个国家 一半人口的有毒危害啊 都不足以引起任何重视 那很显然也没有引起 否则也不会 2022年才发皮纳斯吧 影响一半人口 2022年才发 这些人已经成年了呀 已经对他的智商造成了 不可逆的 一辈子就是下降了一些挑战 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出 两个基础判断 之前呢 发现的是 过去有千的暴露 现在暴露于什么 你得等未来 才能够揭示吧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迷雾中 你也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经受了什么暴露 你得等50年之后 再发一篇皮纳斯 当初这些人 小时候又介绍了什么 泄露 所以说不信任 那是很正常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设计的人数非常多 整个国家一半人口 都受该影响 也是卫报写这篇报道 想要说明了一个问题 自己的行间就是想说 不要只关注这件事 他可是到处都泄露 是吧 希望卫报这篇报道呢 还有皮纳斯圈文章 各位在需要的时候 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